进去一看果然不出所料 到处都是渗水发霉的痕迹 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后院吓了一次 哇塞 这个场地 到处都是无漆漫黑的景象 最离谱的是厕所 只有一个碗口大的窗户 还是老汉侧 汉侧方面居然是座 必让我欣慰的就是后阳台了 视野很开阔 我打算把这个蓄水池改造成泳池 夏天在外面请玩玩水 和家人朋友晒晒太阳烧烧烤 至于现在 前面请许多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被我妈骗回家改造乡村老宅的第五天 经过我这几天的艰苦奋斗 田园的草终于被我亲得差不多了 看样子还是得叫挖机才行 今天就再把这件房间清理出来 这个柜子已经完全朽坏了 收拾收拾杂物直接丢掉 接下来就这个上世纪的床 咱们收拾好直接 接下来就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剩下的房间也都清理出来 第一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方居然是看侧 于是我打算把这堵客枪打掉 这个位置再开一枪大双 像这样 这堵墙直接砸通 和隔壁的猪圈连通成仪式 计划简直完美 今天就先把猪圈清空方便砸墙 开跑 小猪圈连通成仪式 我妈把我拉黑了 因为我把她的老看策 打造成拥有无敌窗景的蝉翼茶室 我看到你咋变个零 一直想把漫画感的窗景搬进茶室 而我发现老家事业最好的地方居然是 老汉车 于是我打算把这头割枪打掉 这边再看一下 我发现老家事业最好的地方居然是 面对应该是 鳄上海事业最好的地方居然是 对应该是 暴改茶室的第五天 昨天已经搭好了隔墙 亲手开出了我期待已久的窗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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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改造新卫生间 我准备把这扇门封起来 从这堵隔断墙开一扇新门 做一个干湿分离 说干就干 说干就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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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